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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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我是Tech Chris 今天要介紹的是他的耳罩式的藍牙耳機 他的型號是Toutronic TT-BH060 他是主動式的降噪藍牙耳機 那我們首先來看這個耳罩式的BH060 他的包裝裡面有什麼 他會附贈一個旅行收納盒 還有一個3.5的公對公的音源線 還有一個USB的連接線 這個藍牙的耳罩式耳機在台灣的代理價格是2999 就是3000元價位的耳罩式藍牙耳機 這個耳機的特色就是他有40mm的 比較大型的單體 還有他有藍牙5.0 就是現在非常主流的藍牙規格 他的耳罩的材質非常柔軟 他是記憶型的泡棉 戴上去的時候其實就有基本的物理的隔音 那他還有主動式的降噪 我整個直昇底停下來 他戴上去就會隔掉一般外面的雜音 然後再開啟降噪的話 的確會隔絕掉85%的環境雜音 我之前使用過的降噪耳機 有BOSE的QC35 還有SONY的1000XM2 那這兩個主動式的降噪耳機效果都非常好 那這個BH060的降噪功能 其實跟旗艦的主流耳機 還是會有一點差距的 但是以3000元這個耳罩式藍牙耳機的音質來說 低音在40mm的單體的播放下 他的低音確實非常非常震撼 他的中高音清晰然後不會紮亂 聲音的分離度也不錯 但是他的音場偏窄 非常適合聽流行音樂或是EDM 他都會比較能夠襯托這個耳機的重低音 但是他有個小缺點 開啟降噪功能之後 他的聲音的確會受到影響 TT-BH060他充飽電之後 能夠使用的時間是30個小時 大家可能會覺得3000元有什麼好音質 那我這邊就給大家聽聽看 那他這個收音的效果當然不會比你實際 聽到耳機來的那麼清楚 那這邊可以給你有一個基本的印象 那我這邊就隨便放一首音樂 音樂這樣不能放太長了 好大概是這樣子 他的低音非常非常不錯 綜合使用下來我覺得他這個耳機的泡棉很柔軟 因為他是記憶型的 拿來聽流行音樂或是EDM的話會很過癮 基本上玩遊戲的話 重低音的表現也可以讓遊戲整個呈現的很震撼 所以他的重低音其實是非常的突出的 看影片的話大概會有延遲0.1秒 那基本上不會太嚴重 影音的畫面他不會不同步 那整體來說他CV值非常高 如果你是想要找主動降噪式的藍牙耳機的話 那預算剛好在3000元這個價位 TT-BH060是一個可以考慮的耳機之一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介紹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我更多的評測 或者是開箱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那我是Tekris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